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第518期的ETV 我是主播郭又玲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提要 中正大学快智州于日前摆摊活动时 贩卖番茄糖葫芦 并在广告文案中以番载取名 试图以嫌疑梗方式宣传 贴文背后引为歧视争议 望各大学学生能留意 拿捏玩笑与歧视间解险 县远原住民歧视争议又起一见 国立中正大学快智州于日前摆摊活动时 贩卖番茄糖葫芦 并在广告文案中以环纳取名 试图以嫌疑梗方式宣传 引发争议 一开始还蛮讶异的 怎么到都已经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都还可以就是发这种毫无根据 然后或者是没有想法 就直接冒出来的这些用词 事后中正大学快智州 马上以删文下架商品处理 并回应到文案于过程期间 并未意识到此问题 我是觉得没什么诚意 对好像是在跟大家道歉 不是跟我们道歉 经营原住民相关议题 月亮说话月亮力粉丝专业的达鲁 针对此道歉文也表示 应增加检讨及反省机制 写在生日上面 就是说我们承诺以后 应该要怎么样去改进 或者是我们承诺之后 办活动的时候 其实可以加入什么样的信息 那虽然是很关枪 但是至少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就会比 现在的生命好多 然而出此事件 社群媒体迪卡上许多同学 仗着匿名机制为挡键盘 进行歧视言论的玩笑攻击 最近迪卡上面那个很多 很多那种言论我觉得很糟糕 这是一种滥用言论自由 就是说它其实是 让自己的言论自由贬值的一种行为 同学在发文留言 或许出自无心 为意识话语分量 然而都已让当事人带来伤害 我们可能可以信手脸来讲说 我们对原住民族有哪些刻板印象 但是不代表我内心是认同那些刻板印象 一旦你内心真的认同了这些刻板印象 我认为那个叫做偏见 把我们的偏见 透过言语行为 或者是这个制度里面 展现出来的话 那个叫做歧视 因为其实它就是歧视 即便你出发点没有恶意 可是对方会觉得 这完全不是我的生命经验 都会让对方走成不舒服 因为歧视背后原因 形式玩笑下的动机成关键 我们整个社会慢慢走向一个 比较偏向政治正确的一个氛围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觉得好像有些话 不可以随便说 讲原住民族必要讲还那 这种政治正确的走向 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可能 我们很强调政治正确的时候 言论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见得 有真的觉察或形思 为什么这些话不能说 或者说了会造成什么声音 事件后 中正大学原职中心 马上做出回应 承诺会更积极办理文化活动 然而校园歧视事件屡见不鲜 大专院校的改善仍有空间 学会同理与尊重 是我察觉言论背后的讯息 减少隐为歧视在校园的发生 中正一报 中新联 郑启元 嘉义民生报导 国立中正大学 于上学期实施宿舍热水管制政策 但经学生会与学生代表反应后 暂缓实施 而目前政策经过调整后 校方将于五月底 学务会议中再次提案 以取得多方共识 热水管制将采取季节性管制 并可依气温变化机动调整 国立中正大学于上学期公告实施宿舍热水管制政策 将于离封时段关闭热水循环 然而此项政策经学生会与学生代表 向校方反应后暂缓实施 针对原案 学生代表表示并未参与整体决策过程 同时接获住宿学生反应 实际使用时可能出现热水不热等情形 因此提出暂缓措施实行 那时候是我们会内的干部 就是会内的秘书长 他说就是他说学校有贴这个公告 然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公告 然后他刚好有拍我们就看了一下 发现说学校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看到公告 就学生是看到公告之后才 做后续大家可能看到发文 然后就是询问那些动作 但是我大概知道的是 而目前校方预计于5月30号的学务会议中 再次提出修正后的管制措施 采取季节性管制 且冬季不实施管制 同时依据实际气温变化调整 或解除管制 所谓的回水管制 并不是停工热水 这个只是说 只是说我们让那个管路里面的热水的 循环的动作让它停止 重点是在就是说 不要去 就是流动那个 启动马达去耗那个电 这个事情是因为 太阳能热水器 它是一个属于 就是节能绩效保证工程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建制 是找了一个专业的厂商跟技师 他们必须每年 要让我们的 这个热水器的 就是说节电的成效 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我们才支付它工程款 那它每年也都能达到 但是我要求它达到 节电的成效更高 那也是我们必须 我们应该要求它 因为它这套系统本来就是能节电 在我们学生是不是要考虑到 就是说不是热水供应的 尖峰时期的时候 你都还在回一直循环那个热水 那明明没什么人用 因为学校目前来说 它也有找学生会谈过 那我猜它在住宿生那边 也有发了一些问卷 它目前感觉是 一定得做 政策拟定与落实前 应多方取得相关人事意见 达成共识 保障学生权益的同时 亦有利于制度推行 中正医报王翔佑 李云平 中正大学报导 暑假将至 也是校外实习的热记 许多学生早已摩拳擦掌 准备应征实习职缺 体验职场干苦 中正大学 执癌发展中心 提供校内学生许多资源 诸如奖助金的申请 及执癌辅导等 希望透过这些措施 能让学生在实习路上 能更加顺水 属在将至 校外实习的旺季也随之而来 许多企业及公司 纷纷提供实习职缺 吸引优秀的大学人才 减网实习 学校会可以帮我们 整理一些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去投地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帮助 那接下来就是 透过跟业界的交流 业界人士的交流 可以让我们 让这些求职的学生们知道 求职市场最注重哪些能力跟特质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当然就是要增加我们的 职场的适应力 还有就是竞争力 因为我们就找到 系列去做一个 职场体验的话 可以比较知道说 现在的最后一趋势 还有可能就是所学的部分 是不是有需要落差 对此 中正大学校方也提供了 实习多元化管道 供学生参考 给予学生更多元的实习选择 这很多种管道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 有学校的 比如说洗手 这边安排到 洗手的相关领域的企业 或者是机构去做实习 有比较好的话 我们会跟一些合作的企业 来做合作 有些会专案来合作 可能就是有保障名额 就是会提供他们钱 就是这样 所以是蛮多种方案 除此之外 职业发展中心 也会举办校外实习前 准备说明会 及新的分享会 让同学们更快了解相关事项 而有些企业 所开出的实习职缺 是没有薪资的 针对这样的情形 中正大学职业发展中心 提供了校外实习的奖助金 奖助金的申请资格 分为一般学生 及加薪学生两种 加薪学生限定大学部 与本国籍学生 其余部分 两者皆需符合国内实习 实习时数累计满160小时 非必修课程 无薪资 非应届毕业生 为重复申请 其他实习奖助金等六个要项 奖助金的申请 分为实习前 及实习后两阶段 在成功获取实习录取通知后 需与职业发展中心 完成一次实习咨询 之后缴交申请表 及相关文件 在出诊通过之后 开始实习 而在实习结束后 需取得实习单位的 实习证明及评分表 并缴交实习新的报告书 及相关资料 方可进入复审流程 同学们应在前往实习前 与企业方确实奠定实习合约 才能避免自身权益受损 及产生纷争 最好是在你实习 报道的一个礼拜内 要去签入这个实习合约 知义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实习的工作的内容 还有你的实习的工作的时间 他们应该都有一个 所谓的SOP在跑 我们会有一个人在 带你来run这些东西 所以公司适用 你自己适用的公司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校外实习必须及早安排 才能确保自身 以最佳状态体验之场 中正一报记者王伯伦 吴志迁 中正大学报导 现代人不管回家或到休闲场所 都可能会使用到电梯 然而在使用电梯的同时 民众应认真了解 电梯的求救与逃生知识 以保护自己搭乘电梯的安全 电梯里的防灾科技 不只帮助电梯不应断电 而失速下坠 更安装求救灵 让民众能够向消防人员求救 电梯是许多休闲操作与住处搭乘的工具 近日中正大学校内宿舍发生电梯下坠事件 引发许多学生讨论 因此电梯的求救与逃生知识 将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一环 而电梯里也安装了防灾科技 保护乘客的安全 台湾这一年的断电事件 也造成校内电梯因断电而下坠 然而电梯也会在断电后 自动启动防灾科技 防止电梯急速下坠 断电有可能 但是它的下坠不是说 会造成说我们认知的一直往下冲 正常的电梯 它有达到一个速度 如果它瞬间停电 我们人在里面 我们双脚人体会受不了 它会慢慢的滑行 差不多三四十公分就自动停了 所以说它停电也不会一直往下 当电梯往下坠时 乘客按下电梯内的求救灵 电梯的求救信号会联络临近的消防队前来救援 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用强势的破坏方式把人救出来啦 我们倒不会去在意说那个电梯修理要多少钱啦 我们到现在家庭单内大部分都是比如说用油压破坏器材去把它撑开 而电梯业者也分享 如真不幸遇到电梯下坠应如何自保 我建议你们扶在那个扶梯啦 如果真的没有扶梯我们就是手尽量弯曲 我们的人尽量半膝盖半半弯曲成一个小型的公字形 这样子它尽量可以被靠在那个电梯的一个旁边 如果真的很不幸下坠到最坑底的时候 也不用很紧张 因为我们正常坑底有那个弹簧嘛 类似一个缓冲器 它撞到缓冲器 它还会有一个吸收震动下坠的力量 如遇电梯下坠 请先冷静按下求救灵 听从消防员指示并耐心等候救援 勿擅自打开电梯门 以免增加在人群恐慌推挤下造成自身坠楼的风险 中正义报和云翰张念心嘉义线报导 布袋港旅客服务中心于近日举办启用典礼 启用典礼现场邀请交通部次长 加线县长以及各大长官李林 新的旅客服务中心有着许多现代化的设施 布袋在地商家也期望新布袋港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 可以为布袋及嘉义沿海带来更多的商机 早期的盐田产业在布袋鸿博发展 今日我们以盐田作为意象 诚心起扣 庆祝今日布袋港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 位于嘉义布袋的布袋港旅客服务中心 于近日5月16日举办启用典礼正式启用 希望未来能对嘉义沿海带来更多的观光商机 布袋国内商港定位为团导跟离岛航运的作为港 还有我们同时进入观光油漆的港口 布袋港为团导到澎湖最近的一个港口 主要客人当然都是到澎湖的观光客 我们考虑到说我们原来的离音中心 未纳量不足 所以我们为了提升离岛客医的服务 计券的这一栋理音大楼 新的布袋港旅客服务中心 有着多项现代化的设备 未来也会有更多港部建设 活化布袋商港的发展 我们这次导入最现代化的通风设施 还有爱心的售钓柜台 还有亲子后船 还有我们最亲近的自卫厕所 自动防疫门 我们跟港旅公务总局共同合作 推动进车共情的服务 从嘉义高铁站到布袋商港 能够提供多远的旅客运输的服务 所以未来让除了旅客搭厂之外 有更舒适更便捷的服务空间 除了在设备上有许多的更新外 也结合在地艺术家打造交纸桃壁画 套路中间可以看到左右两边 有各两个旅途 左边是木带早期的银田的生活 布袋在地商家也期望新的旅客服务中心开幕后 可以结合沿海观光 为布袋在地带来更多的商机 我们在旅客服务中心里面 未来会有一个伴手礼馆 我们会感受一些属于布袋在地的伴手礼 跟一些特色产物 因为它开幕之后 旅客容纳量会比原本增加大概两倍 因为现在是花火节的季节 那我们希望透过旅客中心的成立 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布袋 那因为游客多的话 它有一些会在前一天就比它布袋 也会住在布袋 会在布袋交配 近期澎湖花火节正在盛大举行 大家前往澎湖前 不妨提前一天置布袋观光旅游 体会嘉义沿海之美 中正一报杨纯炫 高超颖嘉义布袋报导 在云林 一直由各式在地工作者所组起的团队 起名为云林100种生活 平时他们透过举办讲座 来向大众分享云林的不同生活风貌 今年6月 他们即将举办一场名为浮流记的大型活动 内容包含市集音乐会等等 希望能够将云林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云林有一支聚集了来自不同产业工作者的团队 名为云林100种生活 他们想透过举办不同活动 分享云林不同的生活风貌 今年云林100种生活正筹备即将在6月举行的 第一场大型活动 浮流记 以农业复兴运动为主题 希望庆典能像地下水般渗透各地 串联云林伙伴关注在地文化发展 那一开始是透过讲座跟民众去做沟通 那后来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 我们就想说何不把它和在一起变成一个 跟盛大一个影响祭典的一个活动 那就很期待说让云林人或者是外线市人 来到云林的时候 他们岂可以带着很棒的回忆离开 而且甚至对云林有所改观 作为这几年才成立的团队 他们对举办各种活动有热忱 但碍于人在发展初期 或许资金的管道较少 在此次浮流记的筹备中 他们便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募资 目前的募资金额已经超越原定的目标 之后如果真的还要再持续办理的话 还是会需要这一些 那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企业的支持 我希望可以进来 我们或许可以触及到更多不同面向 我们今年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以我们主打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云林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 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 是以更云林在地为主 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 有没有机会挖掘到更多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工艺 那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 作为在云林发展的工作者 团队成员们都希望能够慢慢翻转 对于云林既有的印象 那不仅只有外线市的人 在地人也可以看到云林的不同面向 农业很重要 但是云林这一块好像被大家认为 就是好像都是农业 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多艺术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去 翻转大家对于云林的印象 那其实也可以有娱乐 有文化 然后有艺文的内容在里头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 我们自己的专业 让云林变得很丰富 有更多的面向这样子 期望借由浮流季的举办 大家可以看见 埋藏在云林的各种可能性 让云林的艺文发展 能如活动名称 浮流一般 留藏着这块土地的每个角落 中正一报 杨伯宇 严宣宏 云林西楼报导 为凝聚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 及守护传统文化 在县政府向原民会争取费用 加上县府配合款 以及社会各界不断的努力 终于在2022年初 在嘉义水上 成立了嘉义县首座都市原住民集会所 为居住在都市的族人 建立了文化传承与教育的新据点 嘉义县政府在水上乡的南静国小 静西分校的旧教室 成立了都市原住民聚会所 提供给出外打拼的 都市原住民聚会和学习的地方 在都市中也能学习文化 以及传承文化 都市原住民的文化聚会所 也可以说是目前在嘉义县都市原住民 他们有一个重新发扬 他们自己本身文化的一个地方 都市原住民可能由于工作性质 以及路途遥远的关系 不能时常的回到部落 嘉义县政府在南静国小 成立的都市原住民聚会所 盼望能成为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个家 议员都市原住民回家的梦 在新建原住民都市聚会所时 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 后来在外界不断的帮忙之下 终于成功成立了都市原住民聚会所 成为都市原住民的文化据点 以及发展原住民文化的基地 我们知道在这个产地就非常非常困难 其实还好后来找到水上的习近分校 经费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我想在成立之前 这两个是最大的我们所碰到的困难 在都市工作的主人们 希望能在都市中找到归属 在嘉义水上成立的都市原住民聚会所 提供给在都市的园民一个相聚的地方 让平日辛苦上班的族人们 在放假时能够在聚会所相聚 以及学习文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期望集会所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给在都市原住民 一种归属感 让都市原住民可以在这个集会所里面 可以集会所给他们感觉 可以是在家的感觉 这是我期望的 嘉义水上都市原住民聚会所 提供给原住民族协会结合文化健康站 提升照顾服务 也办理相关的手工艺课程 跳舞等活动 传承原住民各族各种文化 让身在异乡的都市原住民 也能在这里找到家乡的归属感 中正义报 古新民 成龙 嘉义水上报导 日日时期 政府会改善台湾卫生环境 满足在台民众的医疗需求 建立现代医学教育 培养本土医生 并鼓励诊所设置 当时的医馆除了是行医的场所 也是在地市深的聚集之地 如今部分医馆转变为餐馆 咖啡馆 提供一个休憩的场所 让民众体会老医馆的古屋之美 位于嘉义市市区的路边 一间具有将近百年历史的老医馆 摇身一变 变成富有老屋气息的咖啡厅 老板尽力保留医馆大部分的装潢 将历史古迹与现代休闲做结合 从建筑外观仍可看出 原诊所保有的历史痕迹 独一无二的花砖与手工雕刻 更象征了医师在当时的社会阶级 日治时期 为了改善公共卫生 满足在台日人及台湾民众的医疗需求 日本政府开始培养台湾医生 并鼓励私人诊所的设立 带动了台湾近现代医学的发展 台湾的医疗体系建立 精确的来讲应该是现代医学体系才对 因为在日本殖民之前 台湾就有许多不同的医疗体系 来因应当地人的病痛 包括原住民部落以 无私为中心的医疗 然后中国来台的乙肯族群的汉医或民宿医疗等等 以及西方到台湾传教的传教医疗之类的 那直到日本时代 日本人参考了很多殖民案例以及体系 他们得出了一个科学殖民的结论 那用现代医学取代传教师 进行更加科学的现代医学建制 当时嘉义木材产业兴盛 聚集了许多资源与人力 因此对医疗技术的需求也跟着提升 在嘉义的部分 可以明显地去发现 医师们有各种不同的血缸身份 并且活跃在汉式社、艺文群体、商业 甚至是反殖民的行动当中 那是因为在科学殖民下 现代医学教育及其他医学设施的建制 成功造就了一个新的精英的本土阶层 也就是这些医师 老医馆除了是过去行医的场所 绅士阶级的聚集地 也是在地居民共同的回忆 老诊所的转型也提供一个机会 让在地居民得以回味封存在这里的老记忆 中正医报 邵家瑜 林永宜 嘉义报道 在洞宝义市逐步抬头的今日 加上台湾人饮食习惯随着时代的改变 过往曾经深具文化特色 并且以蛇肉为料理的餐厅已逐渐凋零 因此在大环境的演变之下 嘉义市区硕果仅存的蛇肉餐厅 成为了具有历史价值与意义的存在 近年洞宝意识抬头 加上洞宝法规日趋严格 许多蛇肉餐厅都选择结束营业 加上年轻世代的饮食习惯改变 过往蛇肉餐厅的观光人潮已不负债 民国八十年左右的时候 嘉义有好几间 后来都结束了 最近十年内本来我们对面有一家 他也退休了 那个以前蛇肉会很多人吃 是因为以前比较农业时代的时候 就靠抓一些野生动物啊 过来补充了 后来我们台湾就比较环境改变以后 然后就比较提高所谓的那个 环保意识啊 保护动物的意识啊 然后就导致大家就比较 没有办法继续再营业下去了 蛇肉在农业社会时代 曾是台湾人获取蛋白质营养的来源 更有养颜美容的养生效果 加上特殊的沙蛇表演 使蛇肉餐厅曾经风靡一时 以前长辈说蛇肉汤有养颜美容 还有清解毒的功效 当然还是多多少少 然后有人觉得不是平常会吃的东西 不是不是要平那个 我们只能讲说是属于是说食鸟食谱这样子 然后喝了以后比较容易地尿排骨 帮助我们做身体体内的代谢 并不是所有蛇类都能作为料理食用 毒蛇保育类等蛇类都不能捕捉 能作为料理的蛇汁也需要经过妥善处理 才能让客人吃的安心 没有保育的蛇种才可以可以贩卖 那现在在一般比较普遍的就是 我们台湾就剩下那个臭青蜂啊 男蛇这个没有保育 你如果是没有毒的什么黑莓景色 那个就是保育 那个不能够贩卖 如果那个抓来的话 你要处理他以前 就是要至少要差不多一个星期 这样如果说他有去吃到那个 有荣耀的那个老鼠啊或什么 他在一个礼拜以内他就会死翘翘了 所以说你只要经过一个礼拜以后 然后你要给他处理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那个 怕说有是荣耀啊或是一些要害的问题 在民国80年代台北高雄 以及嘉义市的观光夜市 都曾有知名的蛇肉餐厅 但近年随着动保意识的态度 都已成为绝想 嘉义市目前仍保有全台硕果仅存的蛇肉餐厅 在时代的洪流下人屹立不遥 成为想尝尖独特滋味 以及寻找鲜明历史记忆的最后去处 中正医报 陈荣 谷新铭 嘉义市报导 不要很害羞 不要很害羞 不要太害羞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民间动物团提兴起 然而品质却参差不齐 时常能在网路以及新闻上看到不少踢爆 或是民众发文揭露狗猿及猫猿内的产烈情况 然而捐款的合法性更是经常被民众忽略的一点 冲动性的捐款很有可能变相助长了练财的风气 近期有民众于网路质疑某知名动宝协会滥用上款且金流不明的问题 并指出该单位早就已经没有群目字号 却持续于各店家内摆放捐款箱 对此该协会回应已将捐款箱改为发票箱 并在收到卫福部的公文后 将发票箱内收取的上款依法缴回卫福部 近年来民间动宝团体的环境与财务问题逐渐浮上台面 网路上有越来越多动物之家以帮助动物的名号 呼吁民众给予捐助 我们每一年去卫福部的时候都有提过 可是他们说人手不足 有的甚至没有却募字号 有的是却募字号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因为却募字号其实我们每一年都申请 蛮麻烦的 因为你包括所有的募团 大概一周左右就要回报一次 在那个卫福部的线上 就要回报说你现在募团金额到哪里 比如说你的目标一百万 募了三百块你也要上去上台 然后之后呢要合销 合销他们卫福部现在是用抽查的方式 等于说他不见得每一年都会来跟你查 可是我就不太明白 因为FB里面其实有很多 他可能甚至没有什么单位的个人募款 都募得很 而且我看他们那个收支啊 都完全没公开 卫生福利部其实有一个社会肉厨师 是管理这个公开券目的办法 还发票箱或林田圈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公开资料的那个字号 其实一般的卑逆组织 如果你要做公开券目都会做这件事情 他这些的捐款 捐款一定要是专款转有的使用完毕 然后你要直接交你使用的这个服务计划 因为贝尼组织的存在是做服务嘛 不是要赚营收嘛 所以他的确就会有一个盈余的比例 结余款占超过支出的40%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那你是不是留太多钱 这些东西对一般捐款来说 太困难了 因为他不会去看财报的 所以某种程度是我们已经帮你做这个把关工作 所以其实现在上架的组织就是OK的 除了金流收支的问题之外 动物福利也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 境内政部统计 与动物相关的全国性社团就有166个 地方性则有82个 如此大量的社会团体 也让政府在管制上难有一套完整的措施 加上公立收容所的爆棚问题 政府经常与民间单位合作分流收容 也让政府难以有效管制民间收容团体 我们主要的收容对象是县市收容所 因为当初是有unders 我们的主管机关 不管是嘉义县或嘉义市 他们都很清楚 我们的狗数量大概在哪里 他们也都来了五十五次 因为我们要收容 有收量比较大 他们也要帮忙载 所以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自己在做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元气有没有在管理 有没有在运作 没有运作怎么会 每个月都跟他们进那么多狗 所以其实你有在运作的 一看就知道了 民间的狗场 如果有心在照顾的 一个人也可以照顾一两百只 那如果你无心照顾 就像公立收容所 十几个工作人员照顾两百只 又惨不忍睹 那因为你民间收容所就好多 好几百处 可是政府的收容所如果很差的时候 你要去监督民间的收容所 那民间就说 不然狗通通送给你好了 那不是 他不是公立收容所 不就跟爆掉了吗 所以这就被人很吊诡 就是你公立收容所呢 如果你收容所的环境比较好 品质比较好 那当然志工更愿意来 但是呢 如果你的收容所环境很差 设备很差 你就没有能力去要求 民间的比你好啊 政府单位人力不足 在许多县市通常并没有独立的办公处 而是被并入农牧相关处事 平常不但要处理动保案件 还要管理收容所 那也在加派人力监督数量 非生成长的民间收容团体 因此多数监督团体 也建议民众自身培养 对公益团体的试图能力 以分辨哪些团体 适合投注心力 避免金钱流入错误的人手中 不但没有帮助到动物 反而助长了恋财的歪风 民众要去判断一个NGO好不好 不能够看表面功夫 第一个就是说 透过他的网站 去了解他在做什么 这是最基本 就是透过他公开的资讯揭露的部分 去了解他在做什么 如果你想关心他的财务 看能不能看得到 如果看不到 你询问能不能问得到 第二个呢 那你对于他的网站的办的活动 你知不知实在不认同 不然你就是直接去参访 跟他们的工作人员了解 第三个就是听口碑 政府虽然能针对财政方面进行抽查 在收到检举后前去审查环境 但要真正的遏制 动保蟑螂的恶行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当面对动物议题时 一时的情绪 可能会产生冲动性捐款的行为 但要帮助到 有实质在做事的团体 不只需要爱心 更需要捐款人细心的审查 追踪 了解实际运作 才能有效地避免 有心智人恋财的恶行 让整个动保生态圈 有更健全的环境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郭佑林 近期天气变化大 提醒大家出门前注意天气预报 ETV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